照片上的这个人叫古斯塔夫·马勒 他是奥地利伟大的音乐指挥家和作曲家 正在回响的音乐是他的代表作《大地之歌》 一百多年前当古斯塔夫偶然读到一本 由汉语翻译的德文诗集《中国之敌》后 他为这些优美的诗篇深深打动 随后便创作了这首快智人口的世界名曲 而《中国之敌》所翻译的 就是大诗人李白的诗歌作品 《关于李白草堂集序》中曾这样记载 李白 梁武赵王号九世孙 神龙之始 陶归于蜀 父子李树而生薄阳 这本书记载了李白的身世 但由于写于李白逝世那年 此种说法并未得到史学界公认 虽然李白的身世依旧扑朔迷离 但在蜀地江游 却保存着大量李白游宗的遗迹 这块保存在江游李白纪念馆的石碑上写道 先生旧宅在青莲乡 后往县北戴天山读书 今旧宅已为浮屠者居置 卑文所说的李白读书处的戴天山 就是今天江游市大康镇的大框山 在大框山的附近 至今留存着一座名为读书台的建筑 他的周边长满了苍松翠柏 风景秀丽 李白曾在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一诗中 这样描写他 犬肺水声中 桃花带露浓 树身石剑露 习武不闻中 在大框山清幽静密的风光陶影下 李白求学问道 悠然成长 几年后 熟读百家经典的李白 便能挥毫成文 这里的青山和绿水 赋予了李白山水相亲的灵动 也孕育了他在自然天地间 自由浪漫的洒脱 二十四岁那年 李白萌生了 继苍生安世纪的四方之志 他最后一次来到大框山 着眼这片曾赋予自己 诗意灵性的大山 回豪写下这样 忧伤而豪迈的诗句 小风如画 参丝弊 藤颖风瑶 俯砍锤 莫怪无心 恋清静 已将书见 许名时 狂山一别 李白再也没有回到过江游 多年以后 他的好友杜甫入川时 不禁感慨 黄山读书处 白头好归来 然而此时的李白 云游在外 江游的山水 只能依稀如梦 此人已去 然而李白却赋予这片川北之地 一种自意洒脱的诗意 在千年时光中 这种诗意正随着岁月的更迭 在这片土地上 地带相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